哇 王梅 我就知道你来了 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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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 我没有 王梅 你把事说明白 既然如果你要是真心想跟他分手 你真觉得不适合 你就让他死了心 你就把这事说出来 我 我在 我在酒吧做特销酒的 那又怎么样呢 销售人员吗 可是我们这种工作 其实我觉得挺低微的 那你自己看不上自己的工作 那别人还能看得上吗 这工作不是问题 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我觉得我们差距还挺多的 就是我觉得不单是工作吧 就是 还有其他更多的 什么呢 都很不适合 你说清楚 说清楚哪不适合 你既然要来分手 就请你说的坚决一点 你别藏藏藏藏藏的 到底哪不合适 王梅 别再逃避了好吗 其实我都是画出来的 你能不能不找 这么多借口了王梅 江凯 我实话跟你说 我真的长得很丑 所有的我都是假的 我就是个假人 你就说你素颜的情况之下 和现在相差很大是吗 是 我素颜很丑 那你知道你的素颜的样子 迟早有一天会被看穿的呀 所以我就一直保持 跟他晚上约会 其实 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他做一个选择 你是准备上场吗 如果他 能接受我素颜的样子的话 那我就上来 你是意思你要卸妆是吗 我想让他看我真实的样子 在内心深处 王梅对江凯难以忘怀 所以一直在晚上约会的王梅 鼓起勇气来到第二现场 接受江凯的告白 可是从小脸颊就长满黑斑 王梅非常自卑 虽然二人通过网络认识 可是我们感受到 他们的感情纯粹真实 为了给予王梅勇气 年代团的女嘉宾们 一致决定 谢续妆容 为她加油 那么王梅 会最终鼓起勇气 来到聚光灯下 素颜面对江凯的告白吗 你愿意接受他素颜的样子吗 我愿意 只要他人到了 我什么都愿意接受 你想好了 我只要他一个人 真的 对 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 四位女生 素颜登场 好 我们接下来请我们 在场的五位男生 来评价一下 这四位女生 她们和平时 带妆上节目 区别最大的是哪一位 应该是她吧 在我这个角度看 基本眉毛没了嘛 其他的都很好 现在的一些化妆术 真的跟整容效果有得一拼 有一张那个化妆的图片 就一个女生 这么小 化这么大 真的 化妆 弥补了你们的一些缺陷 一定是比现在 从色彩轮廓都是好看的 但是在卸取妆容之后的那种轻松 和回归本质 往往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信任感 这种信任感 尤其也是一种美 接下来到你了 那她装前装后 是不是会跟她们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再次确认一遍 你要接受她素颜的样子吗 我接受 你确定 我确定接受 我只要她这个人 请站到开启告白师们的按键旁边 她的装前装后的差别 超过百分之多少 你是可以接受的 不管多少我都接受 即便她脸上曾经有过刀疤 或者是别的一些缺失 你也可以接受 对 真的 对 如果她的前后差别真的很大 你选择留下 我可以赞美你真诚 你选择离开 我也可以理解 所以不要有道德绑架 最后再确认一遍 真的百分百都可以接受 百分百可以接受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江凯 江凯 你先等一下 我现在想 你真的做好准备看我的苏颜了吗 做什么准备你出来行吗 现在给你一分钟时间 你再考虑一下 我给你五秒钟时间 你不出来我进去拽你 一 二 三 四 这不挺好的吗 这不挺好的吗 你还站这儿来 站这儿来 站这儿来 谁啊 掌声给他让他鼓抬起头来 你平时有不化妆的时候吗 没有 都化妆 不就眉毛少点 有什么不对的吗 主持人 你不知道 我小时候长半 长大以后我才去医院做了血板手术 可是 可是现在我的皮肤变得好薄 这儿还有红血丝 啊 哭了 白里头红与众不同吧 之后交了个男朋友 有一天他看到我素颜 就是没化妆的样子 嗯 然后他拔腿就跑了 他说我是个假人 那天 除了以后我又 我 我就 我就每天都用化妆来演个自己 不好的一面 你 哈哈哈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 然后 啊 我也没心思再接 下一场恋爱了 因为我害怕了 所以自从三我跟江海认识 第一次 第一次 约会